News 财新早报2024年2月4日 每日重报随心听财新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让我们看一下2024年2月4日有什么重要新闻 上海恢复浦东机场网约车接客 正值春运上海浦东机场禁止网约车接单事件在舆论影响下出现转机 2月4日零点上海市交通委通告 根据广大市民乘客的建议 从2月4日起恢复浦东机场区域内网约车运营服务 市民乘客可通过各网约车平台 在浦东机场区域内预约用车 市交通委将要求各网约车平台规范运营 做好驾驶员管理工作遵守浦东机场交通组织安排 王清宣布整合美团到店到家和美团平台业务 美团核心的本地商业板块发布人事调整 到家到店业务合并 2月2日早间美团CEO王清向全体员工发布内部邮件 宣布了新的组织架构调整 对到家事业群到店事业群美团平台基础研发等进行整合 共同向美团高级副总裁王蒲中汇报 大众点评SaaS 骑行 充电宝等业务将由美团高级副总裁张川负责 Meta员工较一年前少两成 当地时间2月1日 Facebook母公司Meta在2023年第四季度财报中披露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Meta员工总数为67,317人 同比下降了22% Meta CEO扎克伯格在财报会上提到 2023年是Meta的效率之年 Meta不仅实现了效率目标 还恢复了强劲的收入增长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通过欧盟理事会常委会表决 历经四年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于2月2日全票通过欧盟理事会常务代表委员会表决 要将于6月生效成为全球首份较为完备的AI治理法 这意味着在2024年上半年 全球首份全面监管AI的法律将证实生效 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持续低迷 传音首次挤进前五 2月2日市场调研机构TackingSize发布报告称 2023年全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11.52亿部 同比下降3.9% 其中中国手机品牌传音米量取胜出货量同比增长31%至9510万部 首次进入前五市场份额留前一年的6%升至8.3% 华为问界销量超理想一月多家车企销量环比下滑 2024年一月造车新势力做此发生变化 当月华为问界销售32,973辆 排名第一 此前长期占据该榜单第一的是理想汽车 一月理想汽车销售31,165辆 环比出现较大幅下滑中国超日本成全球最大汽车出口国 2023年日本共出口汽车442.3万辆同比增长16% 近日日本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上述数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491万辆同比增长57.9% 数据对比意味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配合调查一年华兴公告包凡辞职 被带走配合调查近一年的华兴资本控股创始人原董事长包凡正式公告辞职 2月2日华兴资本公告称公司董事会宣布 包凡由于健康原因及希望将更多时间用于处理家庭事务的考虑 以辞去该公司执行董事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等六大职务辞职自公告当日生效 更多深度报道请访问财新网或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财新APP下载访问